全是楚桥传,在剧刚播出阶段,赢宝的一段群狼撕咬的戏,惊艳到了众多网友。 不仅被狼群咬伤拖叶, 看着咬到手感觉多疼啊。 还要与凶猛的狼搏斗,赢宝靠自己的好演技,让观众身临其境非常紧张。 而这场群狼撕咬,其实是靠着穿上蓝色衣服的工作人员来实行。 就这么挽回的在沙壁上拖叶,然后靠后期特效把狼给屁出来。 感受一下拍摄的剧照,晒得通红,不过不要以为腿上的伤,也是特效装哦。 赢宝因为被来回拖叶,而服装造型是光腿的,早就真的被磨出伤口了。 而且以下镜头是真的在踹人。 近日,一直在拍摄新综艺齐犬神兵的张新宇,也成功惊到了网友。 因为寒泪被剪掉头发上了一次热搜,而近日他被选为某个实验环节的道具,更让粉丝提心吊胆。 张新宇穿戴好防护服,四肢凶猛的狗冲向他并撕咬他,如果是装姐大概要吓到腿软。 虽然有防护服,但狗狗们还是非常凶猛,不禁被扑倒,最后连教导员帮忙都难以撤开。 只能说他真的意志坚定非常坚强。